你好,是姜宇哥大姐吗 对对对 你好大姐,原来不是红娘小姐 好,请请请 好,好好 把里边走吧 姜宇哥,55岁,离异,现居住地,长春,退休金2000多元 工作室收入每月1万元以上,住房面积40平米 来吧,工作室 这是工作室啊 这是工作室 这是你的工作室 家在哪 家在南口那边 家在南口那边 姜娜姐说平时她工作很忙 天天都在工作室里 基本上都顾不上回家 所以为了方便 她就直接把红娘约在了工作室 主要做我们祖船的 家船的这个投疗技术 全身12条经过一种梳理 家里边船就是这个血位能打开 然后把鸡毛给你梳理开 也是一种绝技嘛 干了十几年了 基本都是45岁到70岁之间的姐姐 基本都是女士啊 咱家接待的 江大姐说 她这个工作室主要是做养生保健的 有祖传的投疗技术 已经开十多年了 回头客不断 而且时间长了 江大姐也跟客人们处成了朋友 这位姐姐刘姐 那这两个大姐是你的顾客 我的顾客也是收益者 这个刘姐 然后我报名本 是刘姐的儿子帮报的 老大姐挺好 刘姐特别好 我们里面在一起 一直在一起 我就说 孩子有个家 孩子不在家 你自己 白天都可以 你回家没有个家 他得有个家 在一起 有两个人 只能热地在一起 对不对 女人总是情人 在这 别那么说 不但技术好 还有 从各个方面 都是一把好手 你看 从自己带着 把耳朵培养的 也非常优秀 现在在华为公司 在上海 华为公司 也非常好 自己呢 你看自己这么多年 在自己做这个投疗 不少资格度也不像 不少人都知道 不少人都知道 这是祖传的 在顾客的眼里 江大姐不仅工作技术好 为人处事也好 独立能干劲 更是让大家佩服 说着闹着 江大姐就想让红娘感受一下 她的这个投疗技术 咱们试一下 咱们试一下 行啊 咱那个 你们躺着是 还是什么的 就毕竟是躺着 对啊 躺一下 享受一下 谁想享受 谢谢啊 小哥 你们谁想享受 躺着就行 然后 你来一下呢 那我来整 你来一下呢 我原来在杭州 在兰州 浙江江 所待的时间比较长 对啊 在那不是 在那边做那个市场 做项目 做对投疗推广嘛 投是106个学位 给它打开 需要30次 才能整个一个投疗 结束 一个大疗程 所以说咱们家 是有疗程跟着的 那你这个一个疗程 多少钱 一个疗程 原来它今天5000块钱 5000块钱 对 一个月能挣一万多多 那个好像挺容易的吧 现在基本大工匠 我就等于七八级工 七八级工匠 江大姐说 这个工作室 每个月收入个 18000块钱的 不成问题 除此之外 她每个月 还有2000多块钱的退休金 我是物资学的嘛 然后我们都企业下岗了 下岗之后 然后我就自己 在通光路那边干了 在那边干了 就是以前你有正式的工作 有啊 现在退休了 工资啊 什么医保都有啊 你现在退休金 原来在单位做管理呢 你现在退休金 多少 2500块钱 不高 是医保 江大姐以前 在物资局下属的公司上班 做的是管理港 下岗后才开启了这个工作室 现在连工作室的收入 再加上退休金 江大姐每个月收入 都在12000以上 物质生活上是富足了 但感情生活上 却很空虚 却很空虚 可以